那个数据80年代人的平均寿命才68岁 对对对 现在多少了 那就说明这个老年的问题就出来了嘛 然后你社会其实有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 像你刚才讲的90%还是居家养老 先不说这个好的疗养院得花多少钱 就是都有传说嘛 你得先存多少几百万 然后你要一个月得花多少钱 先不说你有没有钱去付这个 就是有没有那么多的床位都没有 就是你有钱你也没那么多床位 其次呢就是个人 我觉得也没做好这种准备 因为我那天看一个数字说 他就说阿尔茨海默症的这个 过了85岁之后的这个比例是50% 如果也就是什么夫妻两个 你要是同时超过85 那就肯定有一个人要照顾另一个人 这个也算是正能量的看法 就说这个阿尔茨海默 也是人类寿命提高的表现 其实真的就是 无法改变的历史规律 活到长了 你的功能失调了嘛 85岁之后 阿尔茨海默的概率陡然上升 就60岁之后就就这样上升了 85岁之后更陡然上升 而且现在中国的这个老的这个比例好像到 我记得大概是到203几年之后 就变成这个三人型 必有一老 就是说60岁以上 那么也就相应的这种病例 不止之症嘛 那这种病例 而且这种病例是个托人的 是个长时间 就是我挺好奇 就是因为我找的那个医生 我就问他 我说这个病预后 就是今后会怎么样 他说到了最后 如果说谁都不认识了 他说我建议 我认为 他的观点是 我认为家庭已经没有照顾能力了 他说我觉得还是找一个专门有护理阿尔兹海默症的这个能力的养老医院 但是你看他说完之后 他说哎呀 他说我现在一时也想不起来 哪个合适 他说咱们国家这个好像还比较少 非常少 而且即便有的呢 似乎也不是很专业 您为什么没想 您肯定是想过 开始我是想把他送到养老院的 但是被老太太给否决掉了 所以那个时候他是轻度的 轻度的就意味着他有意志呢 他知道你要干什么 也包括我带他去养老院 整个这过程他是很清楚的 在那里头跟院长聊天 跟那里的组织医生聊天 跟护理人员聊天 甚至在那个地方吃了他们的饭 感受一下他们的伙食 然后呢 就经过这一切以后呢 他说我不去养老院 然后那我当然就 其实你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你也不可能拖着他去养老院 所以呢就是那个时候可以说是 他主宰了不去养老院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就那您是尊重他意 但是后来对 前面我是就等于是尊重他的意见 其实他现在发展到这种地步的话 我是可以把他送去的 对啊 他没有辞聚能力了 这个时候是我自己不想把他送去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最后其实就像刚才你举的例子 就是说那个专家建议你就是 如果他完全不认识家里的任何人了 就把他送去 对不对 然后我现在就觉得说 我妈现在还知道 就是他跟我还是有一种很亲密的这种 其实很多时候是 你知道这种感觉是在的 是在的 就是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们 因为我有一个24小时的一个保姆 这个保姆 喊很多事情喊他做 我妈根本连理都不理 甚至他会有些暴力行为 比如说他会抓着他的手不放 但是我去了以后 我说老妈 你现在该吃饭了 你现在需要就是 比如说睡觉了 我一说他马上就停 他会马上就 就是点头会笑会答应 其实他就知道 我是他的一个很独特的一种 亲人 对一种存在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就 不舍得了 对不舍得 我就比较难以想象说 我把他放在一个陌生的床上 周围全是陌生的人 好像提前把他送进了 另外一个街头 是的 那我可能这个问题就更残忍 那么再严重一些呢 连这个也感知不到了 其实呢 就是刚才这个徐老师说 我那个可能也有一些 就是要表达一些感谢嘛 其实我真的觉得 就是凡是能在家里 替你照顾的那种保姆 真的是 太难找了 我们说的 我们说的很直接一点 你比如说 我们这些人 如果完全没有 就是这个 这些人的帮助 你所有的事情 全是玩不转的 真玩不转 就是你会马上就崩溃了 所以严格的来讲呢 就是第一呢 如果我还能找到 比较尽心尽力的 就是照顾我妈的这种护工 因为我们都有很多经历的 因为经常要换人啊 然后他不乐意干了 或者我们觉得他干的不好 对呀 但是只要是你还能够找到 并且你对这个人 在一定程度上 还能维持 就是这种局面 我就大概不会做这个决定 因为严格的来说 其实就基本上相当于 我和这个保姆 我们俩人一起 对付我妈一个人 因为我哥 我姐还是会来 但是呢 主要的照顾者是我吧 所以我们俩一起对付这个 就是我妈这一个人 那么就是 但是呢 这是一个极其脆弱的平衡 就是我经常讲 就是说今天他还运转着 明天可能他就不运转了 那个最近刚刚上映的那个电影 就是龚崎骏的那个 就是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 那里头有一个桥段嘛 就是那个老人在那地方 不停地搭一个积木塔 那个积木塔是摇摇于坠的 我看那个东西 我就觉得 我的生活整个是摇摇于坠的 因为我今天能维持 只是今天能维持 明天你比如说 我妈现在是脑子不好 但她呢 还没有查出比如说癌症 因为癌症就完全是 另一个路径了 她可能既是二次 还没有就是癌症 或者是呢 她现在在家里呢 她是以这种 一寸一寸的方式 推着个小车在家里 还能走 她还能起床 但某一天呢 她可能就起不了床了 对 完全过床 完全过床 不仅是照护负担多 就是她会造成那个肺的 对 然后很多人是死于这个东西的 对 那其实呢 就是如果她出现了这些情况 或者我一时没看好 她摔一跤 直接把自己摔到床上去了 因为她这个年龄 已经不能动任何手术了 然后我 我现在目前看上去能维持的生活 马上就轻浮 所以你问的 我的问题的确是很残酷的 老实说 我讲的是说 关于这个问题 永远准备不了 也永远准备不好 也永远准备不足够 只能说轻浮了以后 你再想轻浮的办法呗 那也能怎么办 就说这个车到山前必有路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人生有的时候 是真能到了山穷水尽处 就是你 像你说的保姆太伟大了 太重要了 找着合适的太难了 而且甚至于有些情况 老人 或者是他这个二次海默 他主要是精神上还会引起一些问题 他还有一些老人是不能接受的 还有暴力倾向 对 他不能接受护工的 对 打走七八个 最后就不 就是有的老人最后就是 你非就是儿子女儿 对 就我就得只能接受家人跟我在一起 外人他不接受 那你说还有绑在床上的也很多 因为他起来以后 他真的有很大的暴力 他可能抓一个东西 真的把另外一个人 打成严重的重伤都是可能的 这个你看 我老是想这种问题啊 因为我得想以后啊 我就总觉得有时候会对社会产生一种美好的幻想 因为我已经看到像是尤其是未来的这个独生子女这一代 那你承载几个老人 如果有一两个老人是这个 那孩子们的人生要不要了 但是呢 你总是会幻想 假如存在这么一种养老院 这里面的每一个护工 他们都是尽心尽力的 把老人每天这个这个洗澡洗得干干净净的 哎这是哎可以给很 我觉得可以给很高很高的工资 但是假如有这么一种东西 就孩子们 你们把老人放在这里 你就完全放心了 比你照顾的还好 一天洗三次澡 行吧 这个是然后呢 有人陪他玩游戏 对吧 然后呢 儿子你只要周末的时候 来看看他 跟他玩一会儿 走 随时想来看看他 平常他这个医疗 哎我假 我总在幻想 这个曾经有人跟我 当年咱们那个这个没出国开眼界 曾经有人跟我描述 也有人冲洋魅曼吧 说比如加拿大或哪 就是那 后来咱们真的了解了 发现那儿有那儿的问题 都没有那么美好的 但是 有没有可能有这么一种美好的 就将来社会 这个问题靠社会化 就是说真有这么一种 养老院 那您愿意送去吗 其实刚才徐老师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他说 他说那个 我们要考虑一下 我们将来 就是变成被照护者 对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讲的是照护的难题 但是将来你一定会 有这个 有这样一个问题 然后那个 我觉得就是某一种东西 可能类似于你说的那种社会乌托邦 比如甚至不是真人啊 就可能是 就是机器人来干这个事情 AI 对吧 AI来干这个事情 但是呢 归根结底 就是 它还是个失败的兼须 我觉得失败是一个难以避免的 就是 终极命运就是个失败 肯定是失败 不管在任何意义上 都是失败 因此呢 我说如果我将来要是 沦为被照护的人 我自己的一个很大的体会是 你就要让自己心甘情愿地被照护 不要啰里啰嗦地说 你还可以啊 你还可以干这个干那个 我不愿意麻烦你啊 这个事情给照护者会增加更多的负担 你就老实承认说 人生到了这个阶段 我呢 就是肉体也不行了 精神也不行了 我也没有能力独自生活了 那我就老老实实的 要么我就到养老院里 接受专业护工的照顾 要么我孩子有能力照顾我 那我就接受我孩子的照顾 但你把所有的东西都想好 比如说 你该留的遗嘱都要留 就是该分配的 那个就是如果你还仅有 还世界上你还有些东西 你需要跟他交代的 你都提早交代 把他交代完 然后你就等着被照顾 但是你忍心拖垮孩子的生活吗 每一个家庭的照顾的方案 都是这个家庭最好的方案 对 你不需要操心 谁也甭替人拿着 比如说我说了这个东西 一大堆人就说 你为什么不送养老院 你不送养老院 你就是愚昧 对不对 你是叫愚孝 其实他就忘了一个事情 就是实际上 每个人最后他做了一个决定 他一定是 这个是符合我当下的 比如说我的经济能力 我是不是多子女 然后这个孩子的身体状况 他能够找到护工的这种情况 他负担得起养老院的情况 他一定是个综合的考量 说这家采取的这个方案 一定就是这家最好的方案 外人是说不上来的 就是所以养老是一个完全多样化的一个东西 就是大家都会去寻找这个平衡 然后他能找到的平衡 就是他最好的平衡 还有这个病呢 其实他也不单单是一个养老的问题 他主要还是一个病 我眼前就有个真实的例子 我的朋友 比我小 现在就出现这样的情况 过年的时候很不容易 就是朋友聚会 把他请来 我有朋友说 你不要动他脑筋 他根本出不来 但结果他还是来了 叫一个朋友陪他过来 你们讲的他都清楚 但他说不清楚 马上这个4月27号到5月27号 他们为他办一个展览 参与者就是 包括当代文坛的 所大部分的名家 因为他本人是八十年代 最出名的评论家 他不是一个养老的问题 他就是一个疾病的问题 他年轻啊 可是他也得这样的病 耳术海默 对 年轻人也有机会 这上帝制头子嘛 就是知道了就是谁就是谁 他每天还发微博 还有朋友帮他弄啊 或者怎么样 他是一个大天才 特别聪明的一个人 可是这个老天怎么会 就是选中了 就是 所以我 我跟他一起吃饭 我也谈不上同情 我就觉得 我也没什么好怨 我这活着都已经很不错的 就像癌症现在也是 对不对 有很多中年的人 很快也是因为癌症去世 对 你也是个母亲是吗 我有时候就会觉得 就是个理儿 你看哈 这个 父母亲小时候对孩子 那那孩子可能比 二只海默还糟糕 对吧 哭哭闹闹 要吃要喝 拉屎拉尿 怎么怎么着 但是父母亲你看 永远可以这样 因为他会越来越减少 但是 一个是会在增加 对 但是孩子 是就这么做 是因为义务 责任 对吧 他甚至就是说 酒病床前 无孝子 都难免有崩溃的时候 这个东西真是 想起来 好像永远对不起 父母似的 不过你要从人生的 或者从人类的 大循环上来讲 它就是这样 人类要繁衍呢 繁衍你要 就对下一代 你这样人才能 不断地繁衍下去 所以呢 我经常现在也是 要打预防针 跟我儿子 我说我要到了 认不出你那天来 你就给我扔到哪儿去 让我自生自灭吧 我当然也是半开玩笑 我这么一说的话呢 他就很紧张 他就说 今天晚上你跟我去锻炼 你不能再懒了 你要锻炼 他就生怕 还没到这个地步 还没到这个地步 但是呢 我那天也是看了 一个数字 也是吓了一跳 他说从不能自理 到你最终那生命的终点 一般还有平均 平均还要八年 你就不光是二次海膜症 你就是说 你中风了 你心脏怎么样 你出现这种生活 不能自理 对 就这也是一个 大的一个比例 也是 你想这八年 对周围的人 我们传统文化 有好多办法来克服 这些困局 有一个我体会到 就是他们 你碰到这个困难了 他帮你先想到 下一步的困难 比方说 生老病死 我以前搞不明白 这句话 我心想 这里边怎么大部分 都是负面的吧 三个 生老病死 你看 搞什么 概括一个人生 生老病死 有依靠还说 对吧 但实际上是什么呢 实际上是 你生了以后 他马上就会面临 一个老的问题 对 但是老可怕 这个说实在话 现在的美容啊 健身啊 这一大堆啊 像我们美女 美女记者 怕老 对不对 可是他说 实际上是不用怕 为什么 你老的时候 你脑子在想 你有什么病吗 你没什么重病的话 你根本不用担心老 对 对不对 你看 所以到老这个阶段 想的是病的问题 病也一样 得了病了 会死吗 有没有生命危险 对不对 你这个病很严重 你这个病也不会好了 但是暂时没什么危险 哦 放下心了 所以到了病了 以后就在想 会不会死 整个灯 面对死了怎么办呢 人怎么把他想通呢 鲁迅有篇散文叫死 鲁迅那篇散文 是写在他去世前几个月 在几个月前 鲁迅得过一次大病 就差点他以为要死掉了 就在这个中间 他写了一篇散文 叫死 那鲁迅写什么呢 这个时候 就是死对他来说 是一个当前的问题 怎么来解释这个死的话 他就说 他就说死了以后呢 穷人呢 就想投胎 因为想重新获得机会 对因为原来过得太差了 而且呢穷人觉得 这辈子也没做什么坏事 所以不会落到畜生道理 对对对 富人呢 他也不担心 因为他烧了很多枪 捐了很多钱 对不对 他那个什么庙都是他修的 到那边有钱 到了那边他觉得很有钱 他积了功德了 他说最高是中间的阶级 还是中餐 他家的中间里最难受 中间的阶级 他说中间的阶级 做什么呢 他就设想 鬼的生活 鲁迅打一括弧 这个词不太通 姑且用字 鬼的生活 对 鬼怎么有生活呢 对不对 鬼的生活不是不太通吗 对不对 但鲁迅打一括弧 我看到这里就想流眼泪 因为这是一个 马上几个月就要死的人 从死红里出来 他写文章 还在给我们开玩笑 对 你看看 他这个是一种什么 对他来说死 那是像你下一档节目一样的 这样的事情 他开这么一个玩笑 说鬼的生活 此句不通 我暂时没有想到 何事的 他说那鬼的生活怎么样呢 找一个好一点的木头 做个棺木 对吧 然后呢 把账啊 什么搞搞清楚 将来那小孩呢 就隔几个月啊 什么时候都有好的饭菜 送过来 他说我睡得也挺舒服 我要是这样的 我也不去北新书局 炒稿费了 我就过得也不错了 叫鬼的生活 我看了就很感动 就是说他真的是 我们讲死到临头 他有一段话 他说他这个病 他老找一个日本医生看 最后是被耽误掉的 他说后来就宋秦玲啊 他们一些人 这个沈彦斌 还有什么 还有外国人 那个记者什么 就找了一个美国医生 来帮他看 美国医生说 他说说我这个病呢 要是在欧洲呢 五年前就去世了 他五年 然后拿出一个片子 照了以后呢 说的跟他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呢 我也不求这个医生了 哪一个医生 能救一个死了五年的人呢 接下去 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了 什么我死了 匆匆埋掉 不要纪念啊 对对对对 我这个小孩如果没有才能 就不要做空头文学家啊 这个谁 害了你 又要教你不必报复的人 千万不要理财 是不是一个也不饶恕也是这样 对一个也不原谅啊 就是西方的说法 就是你到最后 这个宽恕别人吧 对对对 我想了一下 一个也不饶恕 我留他们去怨恨吧 对 我一个也不饶恕 是 就这篇文章 这写得真是好啊 你想想看 你看 这是一个人 通透 就是自己的死 所以你病啊 这些东西 对他来说 这个阶段 你们讲了半天 他一下子想到 你最坏怎么样 最坏就是这样 他还阶级分析 他还把他三十年代的 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放出来 可见 他说 这个穷人不怕死 要轮回 富人不怕死 捐了庙 中产阶级 安安心心地做鬼 送很多东西 我去看我父母的坟地的时候 门口 放着很多美金啊 港币啊 奔驰宝马 搞了很多 中国人 我突然有一个 有一个非常奇怪的想法 我就很少人讨论 就 中国人的想象里面没有天堂 就是说 他自己和旁边的人 我们不想象去了天堂 天堂我们知道 有玉皇大帝 有太上老君 那好像不是咱们去的地方 好像没有一个人 哪怕是你的地位很高 哪怕是什么我们崇拜的人物 也没说他现在去了玉皇大帝那里了 或者 只有孙悟空 但是这个道教的人还是想成仙的 成仙 仙是不死 仙是 仙也不在天堂里 现在 所以我突然 鲁迅把你们的去路都划了 就是没有天堂这条路 所以最好的 他把各种路都划了 但是没有天堂 就死了以后到底人 当然最后鲁迅说了 我是不相信这些的 他的意思是我是无损论的 我是不相信这些的 哎呀我看了这篇文章 好治愈啊 对 我对我的病也不大害怕了 是吗 他看得这么通透 对 也可能走得早了 就是被那个日本医生害的 其实现在很多人死并没有什么看不透的 怕的是病 怕的是病重不死 对吧 不是说老而不死视为贼 病而不死啊 这个太折磨 而且折磨的不光是自己 他折磨的还是就是爱他的人的承受能力 对他最重要的情人 你有没有 你看他现在说的 表达上 云淡风轻 你没有情绪崩溃的临界点吗 就是 就太多了嘛 太多了 就是就是换言之这个 就是所谓的照护吧 你如果想表达他 你大概能表达1% 我觉得就不错了 只有照护过的人 才知道 就是他说的这些东西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没有的人呢 没有照护过的人呢 可能就是 他就会说一些 在你看来其实跟 负面化 有负面化 也有完全不相干的话 就是他说的东西跟你说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就是无法对话的 但是呢 就是我看这个 就是 这个石铁生 有石铁生 那个徐老师研究文学的 石铁生 那个 当然他命运很惨 对吧 也是上帝制头子 制到他身上了 不管他都有才华 他那个 在那个病系 病系 那个碎笔里头 他就讲到说 他说你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 你不能 你不能这个 自连 你不能自连 因为那个 他的那个自连 就是 因为有残疾嘛 就是残疾就容易产生 自连 那这个自连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就是 你就老觉得别人不能够理解你 但是我个人觉得 在一定程度的理解 是永远能做到的 我觉得一旦你开始 因为如果你生活在光明的这一面 然后你的生活呢 一切都是有序的 是 就是不叫无常 叫有常 但你一旦开始接触到黑暗的那一面 某种意义上来说呢 就是你的 人生的那种观感 会整个发生变化 而这个变化 我觉得是不可逆的 是一旦进入这个以后呢 就是进入这个以后 进入这个以后呢 就只能想 就是我说呢 就是 它是 它一定是 它是一个注定失败的东西 是一个注定无序的东西 或者用这个 比较时髦的话来讲 它一定是一个增伤 伤增的过程 它一定是个伤增过程 而这个过程其实就是 徐老师说 我们作为一个肉体 我们有 生老病死 我们是探机吗 探机就 一定会 那个 遇到这种问题 其实就是 就是 相当于 就是 就是在 在一个 失败的 情绪之下 还怎么能够保证 就是 就是自己还能够 在这个世界上 坚持 所以我自己的那个 那个 我微信上有个签名 那个签名就是 就是实际上 就是 就 哪有胜利可言 就挺住就是一切嘛 真的 这个话说的 其实 就像您刚才讲这个鲁迅 我听着 这也都是在下坡路上 一步一步的 找心理安慰而已啊 为什么这个事啊 不足为外人 倒是什么意思啊 没有过这个经验的人 你听 你也并没有真的感知到 比如说 像您说的 这个给这个父母亲洗澡 我呢 前不久有了这么一个经验 我才知道 那意味着什么 像您这个就是 包括母亲 这个等于大小便失禁 对 一天多少次的这个清洁 你知道就是 我有个什么经历了 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 这春节的时候 有一天我说 我说爸爸洗 得洗个澡啊 然后呢 他再开始洗澡 因为他呢 那个腿脚也都不协调了 然后呢 我得扶着他 到那个里边 到那个里边 一步步的 你知道吗 就是我一下子就明白 是怎么回事了 对他来讲 洗澡已经他完不成了 什么叫失能 他已经没办法 坐进那个浴缸里去了 他那个身体 腿脚的这个控制能力 他一坐 就下去了 就不能坐浴缸 一路凳子淋浴 对呀 但是这些呢 那个他不好意思跟孩子说 他就是说 哎呀洗澡太麻烦 不洗澡 那孩子要是一粗心呢 就觉得 他就是老人 不愿意洗澡 或者怕凉啊 怕冻着不愿意洗 结果才发现 这一步一步的 然后呢 包括这个连碰头 嗯 你知道吧 你连碰头自然的方向 他就 他坐在里面 就喷不到他 于是他需要 其实就是需要有人 给他喷 对 那么这样的话 哎 几十年的父子 两个男人之间 也没有 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